哭 怎么哭了呢 我真的 我真的好想告诉她 我好像和爸爸得了医药的病 班长 袁采西你抬头 你在干嘛呀 角色扮演 我在帮你演练 你真明白吗 我不要演练 我都不信 这是你迟早要面对的事情 与其跟所有人隐瞒 还不如坦白讲出来 而且 你也不想让李和不开心吧 也是 迟早要面对 这样 你先闭上眼睛 深呼吸 想象一下 阿姨现在就坐在你面前 把你想说的 委屈 烦恼 全部都说出来 这是你妈妈 全世界最爱你的人 不管怎么说 阿姨 还有浩熹 都会一直陪着你的 妈 对不起 对不起 好在曾把你看见 好在曾把你看见 光年之外 眨眨眼 你哭 你怎么哭了呢 我真的 我真的好想告诉他 我好像和爸爸得了医药的病 还说好害怕 好害怕 别怕 你没事了 说出来我好很多 没事 说出来就没事了 来吧 眼睛也鱼漫天 现在只是一次闹了 还没有确诊 还会对我 好 才你已留下了幻觉 对不起 你和我之后却 绕过近一点 对不起 我才有好梦 妥协 我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 好